你思考这个干嘛 干就完了呀 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 就是到了 我不上等什么呢 2021年的一天 凌晨六时 西太平洋某海域 两艘外舰先后大角度转向 试图穿越正常航行的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当时我们就是一个编队 在外海正常的航行 外国军舰一直在周围 它是有这个趋势 想穿过我们编队 这么做的影响是什么 因为军舰嘛 是这个海上的流动国土 你这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但对于我方的警告 外舰并没有回应 而是继续试图穿越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南昌舰不得不采取战术机动 及时阻止外舰的穿越意图 我当时能听到 能感受到的是不停的舵令 指挥员不停的下舵令 我要频繁地转向 转变我们本舰的航向 去阻止它穿越我们编队 我不可能让你有什么 可乘之机从我编队穿进去 穿过去 但它如果硬闯呢 这么堵截的话 会发生碰撞的 可能会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 我觉得 这不是我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 你思考这个干嘛 干就完了呀 就那个时候祖国利益是高于一切的 高于一切 高于一切 包括生命 当时有种什么感觉 就是血泉涌在脑子上了 就是 哎呦我这么说 总感觉大家可能理解不了 就是国家和人民需要我的时候 就是到了 就这个时候到了 我不上等什么呢 用你的时候你不上 你打退堂鼓 万一真怎么样 那就上了 还要想吗 最终外建建无机可乘 转身远去